好像增加了很多的貨幣 但是因為整個世界的經濟 政治太多不同的因素 基本上所有錢都是避險 而借貸市場基本上是停頓 是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財情貴賊是說 一些貴金左右 黃金特別是明顯地 其實我看不到哪個國家不是 我想澳洲可能不是 澳洲是走得比較快一點 剛才我們第一次說過 就算印度加息是比較進取一些 現在仍然是一個闊女的錯誤 那真是回到我們第一個話題 現在是全世界 不只是美國和歐洲 是全世界變成一個日本這樣的個案 利率是很低 然後貨幣供應在過去那兩年 基本上是全世界一起增加了很多 那些錢還沒有收回去 但是通脹不是起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其實有兩個擔心 就是第一 那個通脹其實在嚴重負導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一個加劇 我自己傾向就是說 接下來一段時間 那個通脹是會向上 當然不會說一直向上 所以剛才我第一次說過 隨著一些商品價格 特別是農產價格 開始有所回落的話 通脹可能會稍微舒緩一點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說 你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 印度經濟開始加快的話 當地的工資、生產的成本 都開始上升的話 其實再去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 一個低通脹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因素已經變了 但是短期內 即可見短期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可不可以算是一個現金陷阱呢 好像更加了很多的貨幣 但是因為整個世界的經濟 政治太多不明顯因素 基本上所有錢都是避險 而借貸市場就 基本上是低頓的 是啊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說一些貴金屬 黃金特別是明顯地 所以有些人對黃金 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一個預測 我對黃金就沒有什麼特別偏好 但是我也同意 在現在一個負導率 這麼普遍的情況下來說 這些人其實越來越不相信 這些紙的貨幣 所謂叫fiat money 所以其實投資者的避險意欲 明顯是提升了 大家要小心 如果通脹離開的話 可以來得很快 今晚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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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